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我是小段段点兮 今天要讲的这个成语叫做头边断流 出自于晋书 北方有个前秦 前秦的皇上叫福坚 福坚是个有雄才壮志的人啊 吞并了长江以北很多的地方势力 前秦越来越强大 军队也越来越多 福坚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大秦天王的封号 听这个封号就知道了 福坚是个非常狂傲的人啊 说这一天 福坚把众文武大臣都召集了过来 就说了 这些年来啊 我们吞并了长江以北很多的地方势力 前秦越来越强大 军队也越来越多 到达了百万 但是啊 我晚上还是睡不着觉 我每天吃饭就想着一个问题 我日思夜想呢 就想着 长江以南 晋朝 晋朝有很多肥沃的土壤啊 为什么让他们占领着了 啊 所以我 想要新兵伐进 统一天下 诸位爱卿 你们觉得意下如何呀 众大臣门听这番话呀 都不敢说话了 为什么 怕得罪皇上啊 要是惹皇上不开心呢 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很多大臣都选择明哲保身 沉默不渝 但有这么一群大臣 出自于对福建的忠诚啊 选择勇敢敬见 有一个大臣就说了 陛下 我认为您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身为一个帝王 必须要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但是啊 现在要新兵伐进 恐怕这十几点还不够成熟 据我所知呢 晋朝有个宰相叫谢安 谢安这个治理国家的手段 是非常有一套的 而且他们朝中的文武大臣 非常和睦 非常团结 再加上军容整肃 这个情况下呀 我们要是渡江去罚禁 恐怕不亦取胜 所以微臣认为 这事可以再拖延拖延 等到晋朝的国力衰退之后呢 我们带新兵也不迟啊 福建听完这么一番话呀 其实心里有点不高兴 但毕竟是朝中大臣的劝谏 他不好当面反驳 他就说了 好啊 这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那么其他大臣呢 诸位爱卿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没有啊 这时候又有一个大臣跳出来说话了 他说 陛下 我认为这事呢 陛下得三思而后行 因为要罚禁 就得渡长江 据微臣了解 长江那是一个天险 长江就能把我们军队给阻拦了 要是强行渡江的话呀 损失可能会很大呀 这位大臣也持反对意见 福建很狂傲 他当时听着话就更生气了 他说长江算什么 长江不会有一条江吗 我有百万大军呢 长江是拦不住我的 我们百万大军 每人把马鞭子投到江里 这江就被阻断了 于是投鞭断流这成语就从这出来了 福建就夸耀自己的军队 说军队一百万人 每人投一个马鞭子到江里 就能把江阻断 这军队就能过去了 由于福建抱持这样的想法 于是其他的大臣就再也不敢说话了 后来福建就真的新兵伐尽 其结果呢 肥水之战被杀得大败而归 虽然是打败仗了 但是这条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 头边断流 到了现在就是说 金融整肃 兵力强大的意思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大家